我們利用這個脈衝偵測器 這個脈衝偵測器 來做脈衝觸發的暫存器 那我這邊寫好了一個程式 我也有上傳到社團裡面 社團裡面最後我這邊放的這個PTD register 就是脈衝觸發的暫存器 那這個PTD counter就是脈衝觸發的技術器 那我們的這種做法是屬於雜疾的做法 所以呢大部分其實都是一個方塊一個方塊這樣堆起來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寫法 首先看PTD register 首先我先告一個叫Register的東西 它有一個Enable 如果Enable是E的時候呢 就把它的輸入D 設定給輸出R 那請注意R這邊呢 它有一個Output 而且是REG 有REG的話代表說它可以記憶 它可以記憶 那這裡可能字有點小 我覺得可以把字放大一點 看一下 現在怎麼把字放大 好算了 那有點小就有點小吧 看不清楚的話到前面來看 前面一點看 那反正我有貼上去 你也可以直接開在你的電腦上看 好那我們現在宣告了一個暫存器 接下來再宣告剛剛所做出來的那個脈衝偵測器 然後呢 我在主程式裡面我就宣告一個暫存器和一個脈衝偵測器 那我希望這個Clark被轉換成Enable 也就是說呢 Clark的正脈衝 正脈衝的邊緣 會觸發一個很快的Enable 很短很快的Enable 那這個Enable呢 就會導致那個暫存器呢 它可以輸入 就是可以輸入到真正的暫存器裡面 這個暫存器的輸入可以輸入到這個真正的暫存器裡面 那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把Clark射成0 把D射成3 D射成3的話它就可以輸入 輸入進去 那輸入進去就會到這個R裡面 OK 所以我每隔10奈秒我把Clark加1 每隔20奈秒我把D加1 總共執行300奈秒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程式的執行結果 好我編譯一下然後執行 你會看到這個程式呢 它確實從3開始 一開始R沒有東西 也就XX就是代表說它初始只未定 沒有設定 那3OK到了這裡之後呢 你會發現 因為這裡Enable變1了 Enable變1的時候呢 這個3就進去R了 OK3就進到R裡面 然後接下來第二次Enable變1的時候 這個4就進到R裡面有沒有 這裡跳到4 OK 然後這邊Enable1的時候它還是4 在Enable1的時候它變5 5就進到R裡面 所以這裡確實有邊緣觸發 但是這樣看還不夠清楚 所以我們有把它Dump到PTD register 我現在把PTD register抓出來 然後用GTKWave去看一下 用GTKWave看一下剛剛的PTD register 點VCD喔 記得是點VCD的 好 那我們把它抓出來 這PTD模組裡面有一個Clock Main裡面其實也有Clock 我把這個Clock抓出來 要按Insert 然後呢 我們把D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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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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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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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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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3 偵測器来兜这种东西 但是很少人写Vlog会这样兜啦 没必要 因为它已经有PostEdge了 我干嘛还用那种很原始的区块在兜呢 所以其实不太必要 但是有一个好处 我们会这样子兜 代表说我们很了解那种Vlog里面每一个语法 它的原始意义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是 有了这种东西之后 有了暂存器 而且是可以脉冲驱动的暂存器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叫做脉冲驱动的技术器 PCD Counter 那我怎么做呢 那我一样有一个脉冲 脉冲边缘侦测器 这个PTD 我有一个Register 一个暂存器 但是我加一个功能叫做INC Incrementer就是增加器 这个增加器呢 每次会把输入的I加上4之后丢给输出 那这纯粹就只是一个加法电路 而且固定加4 固定加4 那我把这三个合起来 这三个合起来会变怎么样呢 你看我把它宣告一个PTD 再宣告一个R1 R1 然后再宣告一个增加器 那这三个合起来之后呢 我一开始把R1设的 R1里面的R R1里面的R是谁呢 就是这个Register里面的这一个R 请注意它为什么可以设定 因为它是Register 它是暂存器 所以可以设定 只有暂存器才可以设定 只有单纯的线路是不能设止的 暂存器才可以设止 那暂存器设止我设成0 Clark一开始也设成0 设了之后呢 我每10奈秒把Clark加1 然后呢 就这样子一直运作到300奈秒 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会看到这个情况 Counter 然后呢 我用VVP 去执行 这个执行的结果 你会看到 很有趣的是 它一开始Clark 0的时候 1N4Z 所以这里没有改变 Clark 0 1N4 0 所以没有改变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这里 Clark 这里从0变1了 这里从0变1了 但是呢 它 它0变1之后呢 1N4 0的时候 它还是不会变 1N变成1的时候呢 它 就变成4了 为什么会变成4 因为 你的这一个Inc呢 输出一个加4的东西给它 输出一个加4的东西到RO RO又输出到哪里 RO又输出回来这个暂存器里面 这个图我待会用手画一遍给各位看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做了一个绕线 这个绕线呢 连接了暂存器跟加法器 而且是边缘触发的 那这个绕线连接暂存器跟加法器 而且是边缘触发 所以每次到了时迈边缘的时候 它就会加4 到了时迈边缘 它又加4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就是 0482 那这个东西对我们 如果要用区块的方式设计CPU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用区块的方式要设计CPU的时候 你至少要能够设计一个程式技术器 你能够设计出程式技术器 你才有可能设计CPU 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的 从原本的那种流程式的模式 开始建构出 重新全部打掉 再重新建构成方块式 OK 现在我们正在尝试把它变成方块式 但是还没那么快 下礼拜应该会把方块式的版本拿出来 但是其实我们还欠各位一个东西就是中段 那下礼拜可能会先讲中段 讲完再去讲方块式 但是现在我们正在建立方块式的基础 OK 所以等到我们中段讲完 我们回过头来去讲方块式的时候 各位会比较有概念 那有了方块式的方式的时候 我们后续才有办法讲一个叫Pipeline Pipeline就管线 就是精简指令级的那种CPU 那种是同步平行的做法 那个一定要用方块式的 那个没办法 没办法用那个 用那个 就是全部都用流程式的 没办法建Pipeline 那所以我们后面还会用到 那这里先建立一个基础 就是你已经有了一个程式技术器模组 就是这个PTT Counter 其实也不用这么复杂 你只要用个Always也就做得到了 但是我们用的比较麻烦的 因为我们希望做方块式的 OK OK 那这里呢 我们先请各位执行看看 那一边执行呢 执行 我一边画这一个图 那你一边参考一下 这个程式跟图能不能对应得起来 那能不能了解它运作的原理 好 那我们请各位执行看看 对了 这一个我还没给各位看 看它的那个 GTK Wave的波形档 我们把它抓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PTT Counter.VCD 那这里 那这里 在Man里面 就有这个Clock Enable R 和RO 好 这两个呢 通通都把它显示成 Decimal 实际位 好 有没有看到 这里 R048 有没有 但是RO总是慢一次 变48 应该说RO快一次 RO快一次 R慢一次 那 你可以看到 RO48 12 16 这边 048 那也就是为什么它会这样呢 因为每次在这个脉冲的时候 我们的输出RO呢 就被拉回到R里面 又变成输入 才会这样 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 这一个 I I里面的I和O I和O 把insert进去 稍等 我觉得 这里 这里不太 我要怎么把它删掉你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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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点两下 它会展开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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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試試看,一邊是我一邊畫圖給各位看